現在我們要來介紹一款 一款以金屬線編織的一個扣具 然後再把這個流樹的水釘套到 扣具裡面的一個 Y 字鍊 那这个长度可以随意的调整 那这个珠子的话也可以随意的变化 就是你在设计的时候可能要注意到 就是这个要放进这个扣具的珠子 要能够搭配 如果这个珠子比较大 你这个扣具的圈圈就要设计的比较大一点点 那如果说我们今天用的这个是水滴链 水滴的珠子 那水滴基本上就是它有一头比较大一头比较小 那我用的水滴也没有非常的大 所以这个扣具不用编的很大 那我们基本上是取这个20G的金属线 搭配这个28G的细线来做编制 那编制的时候呢 我这次设计的是把这个20G线跟28G线 用不同颜色来做设计 这样子的话这个扣具会显得比较有层次感 那我们现在开始来做示范 那我们现在准备这个20G的线 15公分长 那28G的线准备60公分 那我们今天用的工具 我们可以用这个麦克饼这个白板饼 比较粗的饼以靠来做这个工具 那我们就先把这个20G线 这个先以这个麦克饼把它绕大概两圈左右 这样子折成两圈好那取下来之后 这个就会有我们要让它就是有一条线比较里面一点点 然后有一条线是稍微就是你不要让它两条线是上下的 我们让它稍微就是前后有一点点这样子内外之分 那我们把里面的这一条线卷一个小轮 基本上你用手也可以 那就是这样子绕小轮 绕一个小轮之后 可以把剩下的线剪掉 剪完之后我们稍微用工具再稍微整理一下 然后再把它尾端剪断 那这个外面的这条线呢 我们反方向折一个S 那这个时候你也可以用工具 你也可以用工具这样子稍微的折一下 那这个地方我会让它就是稍微有 有类似两圈的感觉 然后再把它尾端剪断 那剪断的时候我会稍微留一点点 然后一样用工具折一点点小圆 让它尾巴是卷起来的状态 不要是就是这样直直的 会让它稍微有一个小圆的效果 那最后也是要稍微整理一下 不要让它就是翘翘的感觉 好那这样子基本上我们的外框就已经编好了 那等一下再来用那个细线做编制 那这个外部的这条线 我们也可以用另外一个方式 就是你大概留两公分左右 那开始你要往右边的方向折进来 那折的时候开始折一个小圆 这个是由里面往外面折 这是一个小圆 好这个小圆就是我们尽量让它小一点点 然后再慢慢折回来 这样子 这样子也是可以 好那这个前端的部分 我们要稍微修一下 不要让它是直的 好因为直的话就 那个前端我们没有办法折到很圆 所以我们就先把它折进来之后再修掉 然后最后再用这个工具 稍微的折一下 让它折一个小圆 那等一下要编制的时候 就是我们尽量让这两条线的中间 那个距离不要太大 因为大的话 你的线要拉的比较长 比较多 那我们基本上就是不要 那它就是紧淋的这样子 这个间隙大概是0.1公分左右 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来做编制的动作 我们因为这是一个开口的圆 这边事实上这边上面是开的 所以我们在编制的时候 不要把上面的地方先锁起来 所以我们由这个内部开始编 那我们今天编的是两条线的一个技法 那两条线编的时候有很多种方式 那基本上我们今天编的就是我们要先绕单线 然后再把那个就是两条线一起绕两圈的方式 那基本上就是你在外面的里面的那一条线 或者是外面这条线都OK 我们只是要把线固定起来 那我就从外面这条线会比较容易编制 因为我们在绕的时候要绕到外面这里来 那我先绕这一条线 外面这一条线 先绕五圈 我要把这个线固定起来 那它会跑没有关系 基本上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它会跑 那你尽量让它线是密集的 就是让它是肩膀到肩膀 不要是分开来的 那我们把这个线就是挪到这一个 就是这一个两条线重叠的那个位置 然后编两条线的时候 我们这个线不要从这个线的尾巴 虽然只有60公分不长 你不要这样子编 不要把这个尾巴往这边拉 我们是把这个线稍微这样子 折一下 就是这样稍微的 这个线的中间这样往内往上拉出来 但是你这个不能折死角 如果折死角的话线会断掉 那如果断掉的话会比较麻烦 所以我请各位绕线的时候 我们绕单线是绕五圈 万一如果线断掉的时候 你要接线比较容易接 那我们这里绕两条线的时候是绕两圈 那这个在编制的过程线都一定要拉紧 然后要一直整形 这个我们不能让它翘起来 不能重叠 一定是这样子平的 平放的状态 那绕完两条线之后 我们再绕单线 所以你看这里有个缺口 我们可以从这个缺口进来绕外面这一条线 今天如果你绕单线的时候是绕里面这一条线 那你就很难编制 因为你要一直绕这个圈 所以我们编单线的时候 就是编外面的这一条线 那这里两圈要稍微推一下 好 三 四 五 那要把它推紧 然后再绕这个两条线 那基本上就是持续这样子做编制的动作 那编的时候呢 我还会就是在编制的过程 我还会做一个动作 就是等一下我把这两五圈编好 编了一小段之后 我们要稍微整一下线 这个边的时候都要这样拉紧 手指头 推一下 把这个线让它肩膀靠肩膀 绕进来 拉线 推 这样子 然后再两条线一起 那一样两条线的时候也是要做拉 推 小心性不要让它折脚 折脚的话它就会容易断掉 它有那个角度的话它就容易断掉 那还有要做一个动作就是 编一小段之后我会用工具夹一下 轻轻的就好 不要太用力 如果你线没有拉紧 你在这个时候夹的时候 你的细线会被你夹断 所以这个拉的时候一定要很小心 就是说你要很确实的这个拉 推 拉 推 一定要做这个动作 同时这个形不要让它跑掉 你在编制的这个部分不要让它跑太远 那就持续这样子的编制 在整个编制的过程中要注意一件事情 就是这个线我们要尽量的就是推紧 所以每一次就是你在绕单线之后 你要绕双线之前 一定要把这五条线稍微的用指甲抠一下 让它紧一点点 好 然后再绕两条线 因为如果你绕了两条线 就是你要一边做一边做那个整线的动作 如果没有做这个动作的话 你可能在最后才要来推的时候 你会推不动它 所以基本上就是我们在编制的时候 就一边整理 那每一次就是这样子做好 这个绕五条线的时候 你就是拉紧推 像这样子我虽然也有推 可是很显然它还是有间隙在 那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一定要再做一个动作 就是在绕两条线之前 把这个稍微推一下 让它进来 那这样子的话它会更密合 那还有就是说 在这个推了紧之后 我们在绕这两条线的时候 从头到尾都要注意一件事情 线不能叠线 不要让它线叠在一起 因为如果线叠在一起的话 你就会突突的 那个作品它不会是 那个编制好的那个作品 它是会有高低差 就没有办法很平 所以这个部分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每一次编制的时候 都要注意一下这个线 不要让它叠在一起 这个是在绕的时候就要注意了 按着拿架 好 那就持续的做编制的动作 那像这样子绕到这边来的时候 就我们刚才绕的是外面的这一条线 好 单线的时候是绕外面这一条 可是到这个两条线的交叉点 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绕里面的这一条 基本上到这里我们就可以做结束了 但是我们要把这个线 再绕单线五圈 才可以把线剪断 否则你现在这个时候把线剪断的话 它会就是没有办法固定住 所以这个你看现在目前这一条线 这个线已经是闭锁式的 所以你没有办法像刚才那样很轻易的 就是绕过外侧 然后缺口然后进来 所以你就要把这个线 就是这样从肚子中间拉出来 那基本上我们就是绕五圈 才做结束的动作 绕完五圈之后呢 剪线 这个线都要注意一下 不要让它重叠到 那一样都是要做拉推的动作 那剪线的时候呢 我们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说我们让它这个起边的线 线尾跟结束的这个线的线尾 我们剪的时候让它在同一侧 不要让它一个在上一个在下 我们尽量让它在同一侧 那我们设定的是都在这一面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上面的这一条线先剪断 然后再把这个起边的这一端的线也剪断 那基本上这样子就已经可以了 但是我会再做一个动作 我会利用工具把这个尾端 因为我们刚才在剪的时候 我们有稍微的往上扭一下 所以我会用工具再把它稍微这样子 尾端稍微的压下去 转一下 但是不要压太用力 因为太用力 你这个彩色的线它会拖漆 所以我们只是让它这个线比较服贴 细线比较服贴 不要翘起来 那个效果而已 所以要不是压而已 你要稍微这样子压着 然后转一下 让它线是比较紧一点点的感觉 那个效果 好 那就是我们编好的一个坠头的部分 好 那现在像这样子的话 这个在编制的过程 线断掉了 在绕两圈的地方线断掉了 那在绕两圈的地方 我们没有办法做接线的动作 我们一定要在这个绕单圈的时候 所以我们要舍弃这一小段 我们要把这个尾端的这个部分 先把它拿掉 因为现在绕在这个两圈的位置上 那我们要把那一条细线呢 就是固定起来 只是其实就是把细线再重新固定起来的意思而已 但是我们现在是在绕单 双线的时候 那绕双线的时候 基本上就是线不容易固定住 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这一条线 这个是断掉的线 旧线 那我们把它先解开 那你如果说在这个地方接线的话 它会这个单 五圈的这个线会显得 那个地方会变成特别的宽 那我们舍弃 就是让它留个两圈或者是三圈之后 把这个线剪断 这个就不要 那一样要先拉紧 你要让你的圈圈这个线还是贴起的 贴紧的 然后再把它这个线剪断 这个旧的线断掉了这个部分 我们就不要了 然后一样把这个线拿起来 再接线 那接线的时候就是一样 绕这一条单线 再绕两圈 这样子我们线就接起来 然后继续编 两条线 这样子就不明显 就不会说你那个接线的地方非常的明显 那这样子的话就是你整个主体编好之后 它还是一样 就不会很明显 就是一样 顶多就是多 单线多绕一圈而已 那这样子的话 在整体效果上感觉起来 一条线不会很明显 你把它 如果你是旧线留三圈 然后新线也是绕三圈的话 那基本上就是这个地方 我们把它推紧一点点 让它更密集一点点 它就不会很明显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要注意 就是说要这个线要拉直 不要让它绕小圆 然后甚至就是有折角 如果有折角的话 它是容易断掉的 这样子 那我们这样接起来的话 其实也不明显 看起来是跟前面的都一样 但是我们自己知道 这个地方有做接线的动作 那整个编制好的时候 再把这个接线的剪断 这个部分 其实现在也可以剪 因为基本上线已经固定住了 那我们就把这个线 贴起了 一定要贴起的剪断 稍微拉一下 贴起 否则它会刺刺的 好 那我们就是让它尽量贴起剪断 手摸一下 有没有刺刺的感觉 因为你在佩戴的时候 要么就勾皮肤 要么就勾衣服 所以这个都要特别 在编制的时候 要稍微注意一下 因为有接线的地方 这样我们要手要去触摸一下 那个感觉 它有没有刺刺的 如果有刺刺的 你就要做处理 稍微就是像我们收线一样 就是稍微压绕一下 这样子就比较不明显 好 那这个就是如果万一线断掉的话 你要怎么做处理